台湾被丰富的海洋资源环抱 近年来也发展出了赏金活动 但是你知道吗 曾经有一种金鱼叫做台湾金 根据研究 这个物种在200多万年前 就曾经出没在台湾的周围海域 但目前只剩下一块化石 而这也提醒了大家要重视海洋生态 以免未来再遗失更多珍贵的海洋资源 与历史文化 花莲赏金活动相当热门 每当发现金屯踪跡都让游客很兴奋 但你知道曾经有一种金鱼 就叫做台湾金吗 这是200多万年前 曾经出没在台湾海域的金鱼 而现在只剩下化石一块 已经灭绝了 可是因为 所以你看其实曾经有一种金鱼 就是被叫台湾金 可是大家都不知道 所以我觉得蛮难过的 所以有一种金鱼 它就被以台湾为命名 然后只有在 目前全世界只有在台湾有被发现过 全台湾人却几乎都不知道有这种金鱼的存在 那它也灭绝了 它也灭绝了 所以我当然会觉得这是需要让大家知道 其实台湾曾经有出现过这种 有出现过这种金鱼 那它出现的意义又是什么 所以当然就要先 希望先让大家知道 其实台湾曾经有过这种金鱼 然后我们才能去思考 我们后来 我们接下来应该怎么去应对 如果因为大家都说我们要去保育金鱼们 可是当我们如果不知道 为什么有一些特有种的金鱼 为什么会不见我们其实不知道该怎么去做保育 所以我们当然就要先了解 原来台湾有这种特有种的金鱼存在 蔡振修教授表示 现在已经无法在海里头看到台湾金的踪距 不只大家不认识它 连博物馆里头也都看不到任何标本 蔡振修表示 物种的灭绝基本上是否可避免 也因为这样更应该有更好的标本保存意识和概念 不然就可能再次冲到台湾军原始标本遗失的悲剧 很多人这种已经灭绝的物种 其实就是可以让我们知道 我们该如果去面对现在已经快要灭绝的物种 如果让我们知道我们该怎么去做保育 因为我们如果不知道以前的物种是怎么灭绝的 我们其实不知道我们该如何去做现身的保育 所以这其实会提到一个概念 就叫保育古生物学 因为大家提到这个概念 其实都会只有想到保育生物学 可是其实没有人会去想到 一个种叫做保育古生物学 保育古生物学不是说我们要去保育化石 可是因为从化石这些古生物的研究 可以让我们去有更大思维的角度 可以让我们去思考我们该如何来保育 已经灭绝的 已经可能快要灭绝的物种 这旅会患事报道